一家山东的小型企业 如何能在与国际大公司的竞争中 主导制定了行业国际标准 欢迎收看标准中国48秒 定前坤 山东省张秋市一家公司的实验室中 研究人员正在进行着实验 实验内容就是测试这种白色的实验 白色粉末状材料的吸收性呢 这种东西叫高分子树枝材料 简称SAP 也许你并不了解这种白色粉末状的树枝材料 但它的用途你一定不会陌生 这种材料就是用在卫生巾止尿布上 使它们能够快速吸收血液和尿液的关键材料 材料吸收液体的时间越迅速 使用它制造的产品就能更加舒适 便捷 轻薄 这也正是这家生产树枝材料的企业 不断科研攻关的方向 公司的研究人员要做的 就是将这种材料吸收5毫升标准液的时间 缩短到48秒以内 48秒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你能干点什么呢 能走大概100米的路吧 但这对于这家生产高分子树枝材料的企业 却意味着生死存亡的红线 48秒 这是正在制定的高吸收性树枝材料性能 最新的国际标准 这种材料是制造卫生巾和止尿布最重要的原料 吸收速度的界定的主要是 以吸收一颗高分子吸收5毫升模拟血液来进行界定的 目前国际标准中界定的 它的吸收速度是在50秒以内 吸收性能的高低决定着产品质量的高低 而这项标准的制定者却是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 而且是一家并不知名的公司 一说到这个国际标准 我们肯定会把它想得特别大 国际标准 什么叫国际化 那毫无疑问 重大的一些产品 重大的一些商品 您就比如说航空航天领域 您就比如说汽车 火车 轮船 这些东西 国际标准 那是名副其实的 但实际上就在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不期而的小东西 可能要是您买的话 都花不了十块钱的东西 它都会牵扯到国际标准 就比如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高分子树枝材料的话 纸尿裤也好 一些妇女卫生用品也好 都要用到它 这就是国际标准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具体体现 但是要说起来 让我们感觉到国际标准的话 那这个企业肯定得是 起码的世界五百强特别大 但实际上这个标准 它恰恰是一个 可以说是小微型的企业来准备制定的 这样一个企业 怎么有可能来涉足到这个领域当中呢 目前中国本土的日化企业 面临着与国外行业巨头的激烈竞争 时常能够听到国内传统品牌被国外巨头收购的消息 中国如此巨大的市场 为什么我们连国内市场都保不住呢 而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此类产品的相关知识并不了解 广大人民群众也普遍认为 国产品牌代表着低端廉价 国外品牌则代表着高端优质 纸尿布 卫生巾 这些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东西 其实在今天 里面的科技含量一点都不低 你平时选择的标准 就选择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选择好 就会使得舒服的一个比较 其他的标准没有吗 其他的标准 就说最起码它以外不过面来 或者是就算这一个 就算使得比较比较的 或者就会穿勉的 一般我都是穿勉的 这个是你因为什么原因来选过它 就觉得好使用 判断一句吗 判断一句吗 判断不标准吗 标准 没有标准 你平时怎么选择的呢 就是根据它那个打的广告嘛 根据广告来选 对 那你了解这个 卫生巾塔的结构吗 不是很了解的 它里面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一般不都是棉一些东西吗 十几年前 国内市场上 生产卫生巾 纸尿布所用的高性能树枝材料 几乎全部依赖建口 国外几家大型化学公司 占据了中国超过90%的市场份额 在当时 这家位于山东省张秋市的小企业 遇到了和所有创业公司一样的困境 产品没有市场 无力与大公司竞争 企业濒临绝境 古地重游 回顾起当时的情况 公司的创始人杨志亮 感慨万千 2000年 我第一次进入张秋精心树枝厂 它的产能是每月十吨 年产不到一百吨 当时我的办公室就在这三间屋里 员工就这样要起来 要求的量比较准 一般到这个就是一公斤 摇起来以后 端好了 一盘一盘的 倒上 然后 倒上 靠能力来完成了这个生命 量是不敢放大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下 公司才坚定了 独立自主发展技术的决心 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企业发展终究是无缘之水 更遑论与国际巨头竞争 就在这时 一次偶然的机会 给了杨志亮 思想上的启发 就走到了小石岛 坐在了沙滩上 在那里思索 观望 沉思 大约有一两个小时吧 我欠意识的 我欠意识地 扶摸了我的一下 腿部 这个时候感觉 是比较干爽的 没有湿的感觉 这个时候 我将来能开发出一款高分子吸了尿以后 也能够像沙滩上一样 干爽透气 那会多好呢 回到公司 按照这个思路 公司联合高效科研工作者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厂房和设备下 日夜兼程 经过数千次的实验 终于研制出了 符合消费者需求的 对人体尿液和血液 具有超强 快速吸收能力的产品 新产品吸收5毫升标准液的时间 小于48秒 比以往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国外产品 缩短了很多 并有效解决了 侧漏 反肾 粘连 特别是发黄等问题 同时 其下游产品 卫生巾 还减少了 木浆使用量的 70%至80% 新产品的研制成功 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业 和下游企业的高度关注 公司于2005年3月 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一家山东的小型企业 如何能在与国际大公司的竞争中 主导制定了行业国际标准 欢迎收看 标准中国 48秒 第乾坤 公司研制的新材料 由于性能优异 价格低廉 受到了国内厂商的青睐 产品销量节节攀升 公司引进了新的生产线 提高产能 效益 也获得了巨大提高 就在这时 国外一家著名跨国日化公司 听闻消息 主动联系这家 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公司 寻求合作 当时 外国企业的市场总监 对这种新型材料非常感兴趣 亲自前来考察 然而 这家当时年产量 只有区区几百吨的公司 根本无力接下 每年一万吨左右的巨量订单 只能忍痛放弃 但国外公司 仍然对这种新材料念念不忘 提出 希望购买 用于纸尿布 卫生巾的样品 各一吨 我们给它开出了一个 比较高的价格 两倍的价格 三万块钱一吨的价格 就是说 买给了美国公司 他们当时也答应了 就我们就 把货物运到了 他们在北京的一个研发中心 产品的研发 进行功课 可能就是说 把这个产品 已经给开拓出来了 他们就说 当时卖的是 纸尿裤 这个高分子用的 纸尿裤用的 这个高分子 卫生巾用的 这个高分子 就没有 就是说 对他们敞开 目前市场上 所使用的 这个超薄化的纸尿裤 实际上都是使用了 我们这个专利的 这个产品 令公司没有想到的是 这高价卖出的 一吨纸尿布材料 成为了公司卖出的 最后一吨产品 在得到样品后 凭借强大的技术力量 美国公司开始 反向技术攻关 破解了纸尿布材料的技术 辛苦研发的技术 一旦化为乌有 备受打击的杨智亮 深刻认识到 企业极待发展的迫切性 痛定思痛之后 公司开始思考 新的发展方向 他们的目标 从获得专利 转向来 申请制定 国家标准 一个小微企业 就是要通过 参与标准的制定 展示技术实力和风采 从而提升企业的影响 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为小微企业 打开快速发展的通道 这样一家 名不见经传的公司 敏锐地发现了 过往标准的 技术水平偏低 不适用的问题 抓住了 稍纵即逝的机会 在我们的常识中 血液 尿液中 99%的成分都是水 因此 通过吸水性能 来测试产品的吸收性 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 通过大量实践 他们发现 吸水和吸血 有着巨大差异 一种材料 能够快速吸水 并不意味着 它就能够快速吸收 血液和尿液 这不足1%的差异 在实践中 就是天差地别 而消费者 在使用卫生巾时 吸收的是血液 而不是水 用吸水性能 来作为吸收标准 显然不符合实际 以往检测 吸收材料的性能 都是用水 作为介质 此举推翻了过去 用水做介质的 不合理的检测方法 该用模拟人体精血 和尿液 作为检测介质 此举自然遭到了 垄断中国市场的 国外公司的强烈反对 经过反复的技术比对 和实验验证 新的技术 得到了技术专家 和同行的信任 这两项标准 终于成为了 中国国家标准 也彻底结束了 国外产品 在中国的暴力时代 打破了外国企业 对中国SAP市场 技术和价格的垄断 使用新材料的产品 对血液和尿液 强有力的吸收性 大大提升了 妇女 儿童和老年人的 卫生护理水平 给终端消费者 带来了实惠 在企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曾有不少国际知名厂商 提出合作意向 但同时也提出了 苛刻的条件 要求全部转让专利技术 经过艰难抉择 公司从长远利益考虑 拒绝了合作 同时也让杨志亮 开始反思 为什么过硬的产品质量 进入国际市场 还会遇到障碍 不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他们意识到 仅仅有专利技术 还远远不够 要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成功 必须要有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 才能有话语权 作为吸收血液的主要原材料 SAP在全球 有着稳定的巨大市场 而且目前国际上尚未有统一标准及检测方法 这背后是国际标准的缺失 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我跟他说了 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他说有没有这方面的国际标准 我明确地说没有 除了中国的国家标准之外 其他的都是企业标准 在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取得成功之后 公司开始筹划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然而这一次 他们面临的是更加艰巨的考验 作为一个微小企业 能够主导提出主导国际标准 是令人敬佩的 那么实话实说 作为一个微小企业 其实也面临着人才相对不足 另外这个企业实际上知名度没有 特别是国际知名度几乎是零吧 但是好在他们做过中国的国家标准 那么也是有一点点的积累 另一个难度我觉得表现在 中国塑料制品的标准化 工作刚刚起步 整个在ISO发布的塑料制品的标准当中 中国应该说产品标准还没有主导的 一家山东的小型企业 如何能在与国际大公司的竞争中 主导制定了行业国际标准 欢迎收看标准中国48秒 定乾坤 那么这样的一个标准 我们想要制定的话 它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较量 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方面的互相平衡 实际上也牵扯到了国与国之间利益的一个博弈 那么这么一个小小的企业面对着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标准 到底能不能拿下来呢 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 一个国际标准能够立项成为国际标准草案 至少需要五个国家支持 并共同参与起草 那么这个一个中国小企业提出的提案要填补这个领域国际标准的空白 能不能争取到五个国家支持呢 杨志亮带着他的团队走出了国门 当时呢我们为什么走了八个国家 而不是走五个国家 当时就考虑到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出台啊 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日本企业 肯定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这样我们就考虑走了八家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 展示了过硬的技术 公司提出的标准成功立项 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企业面临的下一个难题 就是要取得更多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推动在国际范围内 达成协商一致 为了争取这项技术和产品主要的用户国家的支持 杨志亮又出发了 连夜恢复有关国家 争取支持 不能因为日本国家的利益 而影响你美国国家的利益 对不对 你美国的营创是做纸尿裤高分子的 你保洁是做纸尿裤也做卫生巾 在中国也是一个强大的市场 你为什么要光考虑日本呢 没问题 我们好要的产品 首先可以供应你美国保健 金白利 只要有需求 我们愿意合作 那我们满足了 他们美国企业的利益 那么他没有理由 再阻挠我们了 在置地有声的理由 和合作前景面前 美方终于改变了成见 转变了反对的投票意见 2015年10月 在印度召开的第二次工作组会议 是决定公司提出的国际标准 能否通过的最关键一意 共11个国家23位代表 参与了最终的会议和投票 这次会议 从上午到晚上 整整持续了9个多小时 来自其他竞争对手的专家 对标准提出了最强烈的质疑 日方代表认为 目前市场上基本不存在 符合标准的产品 标准制定的太高 不具备实际意义 本来第一次工作组会议上 它也已经同意了 但是在印度会议上 它再次又提出来了 非要做什么环比实验 然后性能指标 性能指标范围要扩大 比如说密度的范围要扩大 皮质值的范围要扩大 它这个主要是 我们制定的那个范围 它的性能指标可能就是达不到 不仅仅速度达不到 其他的性能指标 也有达不到的地方 面对专家的劫难 关键时刻 我方代表拿出了 世界权威机构的实验数据 证明了公司的产品 能够达到标准 同时在会议现场 中方代表现场播放了 新材料的实验视频 在视频中展示了使用新旧材料的卫生巾 在吸收血液功能上的对比 我们中方没有给他正面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只是摆出来实验数据 我们就是说 其他国家在这个实验数据面前 比如说韩国教授 他就认为在这个实验数据 他就实际上是韩国教授提出来 站出来就说 他站着一个中立的态度 他就说了 他说在这个实验数据面前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就是说问那个日本专家 虽然我方拿出了实验证据 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支持 但最终的投票仍然让人心惊肉跳 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 23位代表进行了最终的投票 最终的结果 除一位代表反对外 22位专家赞成 由中国公司主导制定的标准草案 获得了通过 作为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公司的产品开始走向国际 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有95%以上下降到了60%左右 目前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中 发达国家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中国主导制定的标准 尚不足1% 国家标准委支持这么一个微小企业 实行采与的国际标准活动 可能动机也是希望 以此为一个范例吧 对其他企业起到借鉴作用 我觉得其他企业从这个过程当中 能学到的就是 一个是要提高自己的产品的质量 首先自己的产品要过硬 同时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 还应该切实地关注这个产品在世界上的一个市场状况 标准状况 因为把握了标准是应该是把握了一个制高点 积极地参与国际标准的修订 就会获得更多的平等的机会 这对一个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从做产品相做标准的转变 背后是中国制造业逐渐崛起的步伐 而这样一家小微企业 能够成功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无疑给了中国产业更多的信心和启示 拥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 就更容易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占据主导权 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 在未来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制定标准 走向世界 上海黄浦江边 塔吊林里 现代化船场聚集 中国造船业又是如何跻身世界前列 敬请收看标准中国之大船出海